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214集 金波带着那个糖瓷茶缸 带着一颗狂热执迷的心 眼里含着酸楚的泪水 风尘仆仆来到了青海 他在西宁下了火车 即可又搭上石网当年部队驻地那里的长途汽车 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 他在车厢里激动得坐立不安 已经撂见了远方地平线上 那一列列带雪关的山脉 无边的草原在视野中一直扑向天边 深秋的草原已经开始发黄了 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 马群在哪里 为什么没有听见那支歌 金波百感焦急 脸紧贴着车窗玻璃 难以相信 他真的又回到了这地方 当金波来到当年的部队驻地时 大吃一惊 这里竟然变成了一座小镇 他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屋和几座大楼组成了一个繁荣的市镇 一条街道通往镇中心 两边是各种小店铺 街上行走的人有藏族也有汉族 像内地一样到处都有出售衣服的小摊贩 竹竿上挑挂着从全国各地流来的实心服装 花花绿绿在深秋的冷风中飘扬招展 卖小吃的生意人吆喝声四起 部队的营房呢 军马厂呢 营房还在 不过大门口挂着一块贸易货站的牌子 军马厂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变成了一个交易暮序的场所 金波站在当年熟悉的地方 面对着眼前陌生的一切 西黄的真想哭一鼻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此行的愿望就要落空 不 也许他亲爱的人 现在就生活在这个市镇上 他发现这里有许多藏民 他已经留心过街上的那些藏族姑娘 看是否能意外地发现 他要寻找的人 他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下来 然后便立刻跑到各种机关 去打问他当年的部队 和那个军马厂的下落 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当别人听说他要找一个 连名字也不知道的藏族姑娘时 都忍不住笑了 大概有人发现他不太正常 第二天晚上 就有个民警找到他旅馆的房间来 详细查看了他的证件 并询问了有关的问题 这位民警听了他的叙述 感到十分惊讶 不过民警看来受了点感动 答应帮助他查问一下他要找的人 三天过去了 金波仍然一无所获 他自己几乎跑遍了镇上的所有单位 在街头辨认了所有往来的藏族姑娘 他没有发现他要找的人的任何一点踪迹 他只有寄希望于那位民警了 又过了一天 民警来告诉他 这里没有他要找的那个人 那么军马厂迁到哪儿去了呢 金波含着泪问民警 这个军马厂早就撤了 民警说 金波感到整个草原都旋转起来 他绝望了 但他又迟迟不愿离开这个小镇 他每天都在草原上亮亮呛呛地漫游 他长久地立在那个小湖边 立在白花花的眼瞼地上 望着深秋碧蓝的湖水 热泪在脸颊上躺个不停 波涛轻轻舔着他的脚尖 水鸟在空中盘旋飞翔 远方 草原山脉落日晚霞 仍然是当年的景象 天空是永恒的 大地是永恒的 幸福却流逝了 是的 刘氏 他真想赫令时光再退回到当年 让他重温自己一生中再不会有的青春和幸福 别了 草原 别了 雪山 别了 我亲爱的姑娘 无论你此刻在什么地方 我都向你祝福 祝福你美满地生活在人间 我会永远珍藏着你的微笑 你的歌声 一直到我闭住眼睛的那一天 我同样会不惜地唱那支歌 那支青春和爱情的歌 愿你听见这支歌 我仍然在娇渴的期望 某一天 甚至我们以白发苍苍 我们或许还能相见 如若不能 哪怕是在梦中 或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 别了 我心上的人 一切都结束了 金波告别的 是人生整整一个段落 青春之花 永远地凋谢在了这片草原上 这是壮丽的凋谢 它失去的也正是它收获的 在它那深情而富有的心灵土地上 怎么会没有绚丽的花朵重新开放呢 它终于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小镇 当天傍晚 当夕阳沉落 满天飞起霞光的时候 它忍不住新潮澎湃地来到当年那个老地方 它曾在这里观看闺墓的马群 和它对唱那支燃烧的歌 现在 这地方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十字街口了 金波遥望着远方 竟然又忘情地唱起了那首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她立在十字街口 泪流满面地唱着这支没有回声的歌 许多过路的藏汉行人 都惊奇地驻足而立 听她庞若无人的歌唱 人们多半认为 这是一个外地来的精神病人 不过 金波却把这支美丽的歌 唱得如此让人揪心呢 上海 入夜的南京路和外滩 成了灯火的世界 灯火是变幻莫测的 正如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 亚洲大陆和太平洋 衔接处的这个大都会 以热情兼冷酷而闻名全球 它是一个庞大的风潮 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混乱而井井有条 令人神往又让人望而生畏 它是排外的 却把友谊之手伸向四面八方 它是那样精细 为一分钱一根菜一两肉 斤斤计较 他又是那样慷慨 把他巨大的财富和创造力 与五十六个民族十亿人口 共同分享 上海呀 入夜的上海和白天一样热闹 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 外滩现在成了情侣们的世界 外地人在伟大的上海面前 各方面都由不得自残行贿 但也有值得骄傲之处 比如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 总要比上海宽敞 瞧 包括那个巴掌大的黄浦公园在内 双双对对的情侣们 拥挤得像竹饺子似的稠密 能在马路边站一席之地绝非易事 尽管人哀人 但亚当夏娃们拥抱亲吻 庞若无人 远处 江海相会的浩瀚水面上 轮船的生生汽笛 在向甜蜜的外滩祝福 夜间十二点左右 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潮水有所减退 但仍然还有不少青年男女 在萧瑟的秋风中火热地依偎在一起 这时候 从繁华的南京路口 走出一个手提破人造阁皮箱的人 他头发零零乱乱 脸上带着明显的风尘之色 衣服穿得不伦不类 既时髦又土俗 既不像下装又绝非秋衣 从外观上 一眼便知道这不是本世人 再细看一下 也不是南方人 从衣着神色判断 多半像来自北方的小本生意人 或者纯粹的流浪汉 借着马路上的灯光 我们才渐渐认出 这不是王满银吗 这的确是王满银 灌子村的这个逛鬼 怎么又逛到这儿来了 这是他的职业 为什么就不能逛到这儿来 几年里 他不知多少次来过这个大城市 岂止是这里 全国哪个大城市 他没逛过 他甚至都逛到了沙头角 如果不是人家拦倒 他说不定就走了香港 要是到了香港的话 他王满银就和中国白白了 这这儿还不知在哪个国家呢 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直逛到了现在 他既不讨吃 也不偷窃 而是个生意人 可是好多年来 除过手中拎着的这只破人造格皮箱 和怀里的一片简易计算器外 他仍然等于一无所有 他只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 买些廉价的袜子 手帕 针头线脑 和其他小玩意儿 然后到北方一些乡村急震 高价出售 勉强混着 没让自己饿死 像往常一样 他一旦逛到门外 脑子里就很少再想起 灌子村的那个家 他一年四季 无忧无虑浪迹祖国大地 过着那种虽说捉襟漏肘 却也悠然自得的日子 只是每年临近春节 全国掀起回家高潮的时候 他也才匆匆忙忙 提着那只破皮箱 给儿女买点小礼物 赶回灌子村 年节一过没几天 他的两只脚片就发痒 于是又提起破皮箱 跑出来了 说实话 这小子逛门外 也够受罪了 身上常装不了几个钱 到上海这样的城市 无异于一个叫花子 在南京路的那些大商店里 他只能买点不值钱的东西 他最羡慕那些 操着生硬汉化的 维吾尔族生意人 一买就是整卷整卷的 高级布料 钱都是用大箱子提着 另外还有个性的问题 他一年四季基本等于打光棍 广州上海倒有的是拉克女人 但他和这些女人睡不起觉 尤其是广州 那些女人还要外国钱和港币来 去他妈的 老子连人民币也不揣几个 至于吃饭睡觉 他能凑合就尽量凑合 天暖和好说 任何地方都能睡觉 天当被子地当毡 怪美气的 天一冷就麻烦了 一般到了秋冬 他总是像候鸟一样 往比较暖和的南方跑 南方也不暖和呀 像现在这样的季节 一入夜待在上海也够冷的 王满银这次来上海 是买一些较为厚实 但有廉价的袜子 因为北方开始冷了 袜子已经买好 就在手里的破皮箱中装着 可是买过袜子 他身上就不剩几个钱 如果他要住一两晚上旅馆 几乎连回北方的车票钱也不够了 因此他现在才逛到了外滩 根据夏天的情况 这是个彻夜谈恋爱的地方 在这里过夜 似乎没人管 王满银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 心想在这里凑合到天明 还能节省几个旅馆费 提破皮箱的王满银来到外滩 虽然是深秋又到了深夜 但他看见还有不少抱成团的男女 看到人家都搂搂抱抱 王满银感到心烦意乱 但正因为有这些红男绿女 才可以掩护他 在此处度过这难熬的一夜 王满银来到公园外墙根旁 一从叫不上名字的树下 放下那只皮箱 他自己也跟着坐下来 本来他想双手抱头 扶在腿膝盖上迷糊一阵 可眼睛又不由挨个观察那些 勾肩搭背没完没了亲嘴的男男女女 直看得他浑身筛糠般发抖 直巴着嘴 你在这干什么 王满银正看得入迷 却听见有人问话 他扭个头一看 原来面前站着个警察 他慌了 支吾着掏出了揉得皱巴巴的 原石鸽节公社的介绍信 以此证明他不是个歹徒 至于你在这干什么的问题 他却不好回答 我在这歇一会儿 马上就回吕舍呀 王满银集中生智 提起皮箱就站起来 他生怕再磨蹭一会儿 被这位警察带到橘子里 他还忙着要回去卖他的袜子来 警察见他准备离开 而手续又是合法的 也就没理他 满银狼狈地赶紧就走 做出一副回那个虚构的吕舍的样子 一路上他大为不满地想 什么警察不去管那些亲嘴的人 来管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人 这方面上海就不如小地方 在他们黄远 警察一到晚上就专门撵着管这些谈恋爱亲嘴的人 绝不会管他这号人 但不论怎样 他今晚上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 王满银骨子里是个胆小人 他尽管对警察不满 但又很怕警察 他不敢再在街上打过夜的主意了 决定忍痛破费去住旅馆 他当然找了个最破烂的旅馆 反正过几个小时天一鸣 他就坐火车离开这个该死的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